首先,黄老师,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年节目是黄老师,何老师和彭彭,三个是固定嘉宾的,结果是第一轮录完了之后,捡了一个固定嘉宾,这个是在节目里内容里会呈现的,这个捡的固定嘉宾是谁呢?反正就是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了吗? 来了,来了出了一位小朋友,大家客户很熟悉,张子枫小朋友,谢谢大家方个好。 各位哥哥,请问大家好,我是周五峰 子峰跟我非常亲,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连续剧《小别离》 那时候他才13岁,也有我女儿,我真的把他当过我的女儿一样 太可爱了,又乖又聪明,又努力,又礼貌,又善良 子峰我心中就是女儿的典范,虽然在《小别离》里边经常把妈妈都吃都有 但是我真的是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 很特别,因为今天是我们《向往生活的看片会》 终于我们的导演安排,让我先上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以前录了两集《向往生活》 我们的第一集是我,和何老师,和中老师,还有大华,刘显华,Henry 第二集我们加了《猛猛》《猛鱼场》 第三集我们家大华上学去了,他去学音乐去了 他上外面深造去了,所以大华当时非常的难过 实际上确实对不出来,我跟何老师表达了他的心情 他觉得确实是没办法 我们也挺难过的,大华不在 我当时也发了微博,我就想象着我们家老大 长大了,出国留学去了,但是我们当时留下了彭彭我们三个人 没有想到王正宇居然在第三集的第一集的时候 请来的嘉宾女人有张子峰小朋友 我当时一看,上一季的时候我们家子峰就来了 这是个可爱的女儿 于是,还真是,我跟曾宇,跟何老师商量 能不能把子峰留下来 因为子峰跟我,跟彭彭都有特别深的感情和缘分 她是彭彭的妹妹 就是那个电影你们看过吧 快把我哥带走 小贝莉里边是我的女儿 刚好我们就像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 我跟何老师分别是俩爸爸 妈妈在家 我们家老大上学下了 我们家老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劈柴做饭,下地插秧 现在我们又有我们家可爱的小妹妹 我们在节目中就叫她妹妹 所以这次特别的向媒体的朋友 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报告 就是我们在第三季的向往生活当中 我们将会有四个常任的新的 展现的组合的常任嘉宾 我们向往的这个家庭当中 又有了子峰 我们也用掌声欢迎她